台湾的路跑风气这几年真的是越来越盛行了 为了让跑者在自我的这个肌耐力训练之外呢 还有更多团体竞赛的感觉 台中有一家运动鞋的代工大厂 特别举办了一个创新形态的路跑活动 边跑步边闯关 趣味性十足 即将在9月份担任世界青芒赛 中华队打击教练的张泰山 日前先生在台中一场结合路跑与球类闯关的创新竞赛 这个不同于传统路跑的赛事 不仅要会跑还要会投球 连射门也要一把照 这个路跑其实它结合了四个运动 棒球 篮球 橄榄球 足球 那每一个活动都有它的技巧 那借由这个活动 那他们在这个赛事之中 他们就必须要去沟通说 谁这个东西比较OK 谁这个运动比较OK 那谁就去做这个事情 台湾的路跑风气 一年比一年还要风行 为了有别于其他的赛事 中部这家知名企业 特别首创了运动闯关的设计 让路跑增添趣味性 那我们觉得说跑者呢 我们希望让他有一种那种竞赛的感觉 所以呢 而且又要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所以你是组队 你是接力 球类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它的技巧性 那跟路跑这样最大的不同点 路跑就是一直跑 所以我们想要把两个好玩的东西 结合在一起 透过团队接力的模式 考验彼此默契 即使大热天 灰汗如雨 参赛者无辜嗨到忘我 不累 很热 很热 不会累啊 都会嗨的 不会累的 这个话比较添加趣味性 让人家更想要投入参加的感觉 相较于其他知名的路跑活动 举办了三届的BRPLUS 只能算是刚起步的赛事 不过在创意与主办企业的大力投入下 将会是一个充满亮点的全新路跑体验 中间新闻综合报道